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呢 要给大家致意歉意 因为到了年底 手里的事情比较多 再加上下周要去度假 因此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忙 更新上并没有做到及时 下周去度假 因为时间会比较宽裕 所以在更新上会给大家补上 所以希望大家谅解 那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 大时代国民政府的这些人物列传 今天这集开始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东北军 在抗战中表现出色的 那一批优秀将领 那有些朋友就会挠着头问我 说我印象中好像东北军 在抗战期间 没有很出名的 作战英勇将领 其实这并不是事实 东北军在抗战场上 依然是表现英勇 但为什么东北军 这支曾经在中原大地 在关内关外 都曾经赫赫有名的 一支中国强军 却在抗日 这个为着民族大义 而抛头颅 撒热血的疆场上 表现的 只能作为别人的陪衬呢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 东北军的掌门人 张学良 张少帅 在我的观念里 张少帅 内对不起自己的家仇 外对不起自己的国耻 作为帅 没有担当 对不起自己的那些袍责部下 抗日战场上 中国那么多支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英勇抗日的队伍 这里边 最应该表现英勇的 也是最有理由 英勇杀敌的 正是东北军 而东北军 又完完全全 有这个能力 做到和日寇 进行殊死拼杀 为中国的国家大义 立下赫赫功勋 可是事实上 东北军的战绩 却在中国全国各地的军队里边 落于下游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东北军 没有了自己的领袖 熟悉东北抗日 包括东北最初 义勇军抗日 到后来的抗连抗日 还有之前 凤系军阀 加入到中央大战 我们就可以看到 凤系的部队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领袖 将东北军事力量 内部各个派系 联合在一起 一致对外 这是东北军事力量 的一个特点 因此一个强有力的统帅 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 做出果断决定的统帅 是至关重要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 老帅张作霖 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可是张学良 却没有从他的父亲身上 继承下来 这些优良的品质 在这种情况下 西安事变之后 张学良被扣 东北军迅速的就被瓦解 成为了一盘散沙 参加是西安事变 两支部队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十七路军 在我之前的 这个集里边讲过 中条山的铁柱子 十七路军在抗日战场上 表现的是非常英勇 战绩非常可观 可是东北军 却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这并不代表着 这些东北汉子们的战力不行 我们在前面讲新疆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盛世参手下的东北 英勇军的将士们 和西北马家军 这中国北方最厉害的两股 彪悍的军事力量 在新疆产生的对撞 杀的是难分难解 不分胜负 所以说东北人 在战力上 是不输于全国其他地方 各个部队的 但是群龙无首 毁了这支 中国优秀的战力 每当我想起来 那些背景离乡 唱着松花江上 一心想打回自己老家去的 这些东北军将士 却在抗日战场上 不能够得偿所愿 这种遗憾 对于那些 蒸蒸铁骨的东北汉子 是多么样沉痛的 一种窃骨之痛 所以从今天这集开始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东北军的将领们 并没有忘记 自己的家园 还在日本的铁蹄之下 尽管他们的少帅 不能够再次领导他们 但是这些东北军的将领 依然用他们的血肉 在抗日战场上 为着国耻加仇 继续和日寇进行着奋战 从这集开始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东北军的这些将 今天首先要讲的 就是黄显生 以及黄显生手下 曾经作为黄显生手下的 另外一个东北军的 优秀的中级将领 叫做刘贵武 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两个人 首先我们来说说黄显生 黄显生 我第一次知道他 是来自于红颜 这部反映 在渣字洞白宫馆集中营 中共的那些先列 与军统进行斗争的 那部著名小说里 在那部小说里 提到这么一位特别的将军 就是黄显生 黄显生被压在白宫馆 在书中他帮助在 渣字洞白宫馆监狱里边 关押的这些中共地下党员 进行组织活动 在书中写道 因为黄显生特殊的地位 他在白宫馆中拥有一些 别的囚犯得不到的自由 包括一些自由活动时间 包括可以阅读报纸 那他利用这种机会 将报纸上的信息 传递给狱中的党组织 使得关押在狱中的 这些地下党员们 可以了解外面发生的实事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黄显生将军 那么后来随着我读 黄显生将军的事迹越来越多 渐渐的我知道黄显生 到底是个如何的人物 黄显生是东北 打响对日寇第一枪的重要领袖 有的朋友说 东北打响抗日第一枪的 不是马战山将军吗 下一集会给大家讲 马战山将军 但这个并不准确 如果从东北军来说 打响第一枪的人是马战山 但说起打响抗日第一枪的 东北 将领来说 那么黄显生是第一人 只不过他所率领的 奋起抗击日军的 是东北的警察部队 并不是东北军的军方部队 这也是为什么 我选择黄显生将军 作为我讲东北军 第一个人物的原因 因为他是率领 打响的第一枪 黄显生是1896年出生的 辽宁人 他也是我的校友 他曾经进入到 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那个年代 能够进入北京大学 进行学习的人 都是人中之龙 后来黄显生将军 参加了五次运动 因此被校方开除 他毅然的气比从容 转入东北讲武堂 第三期学习 学习结束之后 历任东北军西医旅 也就是传说中 张学良卫队旅的旅长 东北讲武堂教育长 东北军骑兵第二次师长 五十三军副军长 兼一九师师长 这些职务 从我们现在一些揭秘的档案 以及当时的一些照片 可以看出来 黄显生是张学良的亲信 张学良非常赏识黄显生 因为黄显生 他是新派的代表 参加过五次运动 年轻 有很多的新思想 因此 他是东北军中 少壮派的代表 东北军 他的派系斗争 是很剧烈的 少壮派和元老派 也就是守旧派 双方面的冲突 是非常激烈的 这在西安事变之后 张学良被扣留以后 东北军的迅速瓦解 有很大的关系 黄显生作为少壮派的代表 在后来 蒋介石能够将他进行扣押 软禁起来 而在东北军里边 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很大的反弹 这与他当初是少壮派的代表 有很大的关系 黄显生是张学良的亲信 这个亲信亲密程度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张作霖张老帅被炸的时候 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生的军里边 悄悄出关 这说明张学良对黄显生极为信任 在918事变之前 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生 却在1930年被任命为 辽宁省的警务处处长 变成了警察 有的人把这次职务的变动 认为是奉系军阀 张学良 对日本人示弱的一种表现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当时东北的形势已经极其紧张 东北军上下充分赶到了 东北东三省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 而且这种危险的爆发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高 我们众所周知 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还是张学良的东三省政府 都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 因为当时的普遍的观点认为 尽量的拖延于日军的直接正面冲突 这有利于中国继续发展自己 以备将来的战事 当时的大政策就是一拖再拖 在这种大前提下 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 就可以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 那么谁来领导东三省的警察力量 就至关重要 让黄显生担任这个职务 是张学良希望 以黄显生的精明干练 可以在中日冲突时的时候 最大限度的控制一线局面 而这个决定从后来来看也是正确 那么还有一个传言 就是张作霖老帅曾经对张学良讲过 如何在东三省对付日本 张作霖就跟张学良说 召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 动员人力 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 都埋在地底下了 然后20万东北军 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 咱干嘛还要怕小日本呢 据说张老帅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个传言 不能做准 但无论怎么说 黄显生担任东三省警察力量的 最高领导人 这个任命是张学良少见的 做出的非常正确的一个决例 918事变的时候 东北军军中人士称 在东三省只有两个明白人 一个是张诗意 一个是黄显生 918事变之前 张诗意曾经多次苦苦的警告张学良 说日军即将动手 甚至还专门派人到北平去见张学良 报告危险 可张学良当时又吸毒 是又患伤寒 在协和医院住院 思维精力都不充足 回复都是要求镇定 万一打起来不抵抗 等待九国公元调停等等 后来当时已知道自无力回天 在918发生的时候 悲愤的让东北军的参谋长容真 赶快出去调兵潜将收复沈阳 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 留下交涉 不肯离去 后来绝食没有死 被日本人拉入了委满政府 没有能够保全晚节 那么另外一个明白人 就是黄显生将军 918事变之前 8月底 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 督察长熊飞 弄到了日军情报 知道事变即将发生 黄显生 亲自到北平去见张学良 报告这件事情 同时他不肯坐以待毙 回到沈阳之后 当即下令各县的警察队公安队 扩充成12个总队 并且发放了各种武器 这个举动意味深长 正是他做的这个决定 使得这批武器弹药 成为后来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 主要武器来源 在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 原来东北的警察人员 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而且很多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 比如邓铁梅 王凤德 高玉山 全都是东北警察出身 黄显生本人对沈阳的警察 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 他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 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 自己从9月初 就昼夜不离办公室 随时准备应变 918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 他率领的警察总队 就已定离开机关 投入抗击 据后来918事变的当事人回忆 9月19日凌晨 有人曾经赶到警务处 想打探消息 结果发现警务处已经没有人 跟周围人打听 说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 黄显生所率领的警察 动作极快 第一声炮弹爆炸声 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 离开机关 明显是早有部署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 包括王以辙的第七旅 总部卫队 张学良的卫队营 蒋武堂学兵 和黄显生的警察部队 事变爆发的时候 王以辙和两个团长 都不在部队 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 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 任其占领营防缴械 该部还是要靠 下级军官的自发组织 才勉强突出了重围 损失惨重 卫队的副团人 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 因为形势紧张 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 进行为期八天的拉链 所以没有加入战斗 张学良卫队营营长 潭海 仓促之中 把张府各方门上锁 武器埋在院里 只带着钥匙 逃回北平 当时张学良大骂他说 不是人什么东西 在这些各个部队里 只有黄显生的警察部队 和蒋武堂的学兵 当时蒋武堂 武连连长张湛元阵亡 这些人主动进行了抵抗 黄远生指挥警察在二京街一带 依靠简单的接累 与日军对战多时 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 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 被迫撤离 黄远生在撤退时 嘱咐警察和公安队的官兵 尽量的携带武器弹药撤退 连夜经过新民 向锦州集中待命 但由于准备充分 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的时候 是动作最快 损失最小的 黄远生到达锦州之后 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提宗旨会 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 和辽宁省政府公署 都搬到锦州重建 但是因为张学良和张作相 都没有到达锦州 军政事务都是由黄显生代为执行 他立即联系 驻防驿县的12旅旅长张庭书 到大灵河部防 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谱长荣珍 也到锦州办公 援军也陆续到达 那么荣珍是个旧军人 有鸦片椅 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生 所以事务都交付给黄显生 后来国联有官员来调查 与荣珍交谈的时候 发现他没有来得及收拾了燕聚 于是就对翻译说 这样将军怎么能抵抗日军军队呢 又问荣珍918头为什么不抵抗 荣珍回答是没有上级的命令 国联的人走以后 荣珍当时悔恨交加 当时现场就砸毁了燕聚 给张学良发出一封集电 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 后来荣珍在军事指挥上 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飞元香二 与大汉奸林印清相互勾结 派出高级特务 苍刚凡等十人到辽西与林会合 在盘山组建伪军 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生当时针锋相对 他利用这股伪军的第一师 第一旅旅长善庭秀 是雄飞的学生的关系 通过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向青山 第二师师长张海天 十月二十七日 这两人率军起义 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 大汉奸林印清和日本特务 苍刚凡都被当场击毙 日本关东军继而鼓动 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 于十月二十九日 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的残部 发给凤天兵工厂的武器 试图作为日军的前驱 近战锦州 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态不愈 想和自己的堂兄张少帅分庭抗礼 1931年初曾经参加过十有三的叛乱 这一次他欣然接受了日军的指挥 携着四名日本顾问上任 号称有十八个旅 黄显生请示张学良之后 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 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激烈 张学成部根本就无心作战 交火之后很快就溃散了 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被乱枪打死 委旅长容婷被俘 在锦州期间 黄显生大力的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 张学良这个时候 在这个关键时刻 却手术两端 犹豫不决 一方面他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 似乎有抵抗之意 另一方面却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 随时准备撤离 军事上十分的消极 黄显生有一次建议 说既然锦州前线攻势 构筑不易 不如以攻为首 结果张学良当即拒绝 在日军进攻马战山的时候 张学良作用重兵却毫无侧应 而与之相反的是 当日军进攻锦州的时候 已经极度困难的马战山 还反攻七七号二 试图调动日军北上 这两相一对比 张学良就显得非常的 不堪重用 对于黄显生所招募的部队和反正的伪军 张学良也拒绝给予正规的番号 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 一方面又怕形成中国日正规军 以日军交战的口实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日本已经打到头上来了 还要避免正规军以日军交战的口实 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荒谬的道理 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战山和丁超 这些吉林黑龙江的将领 下令他们的部下 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 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的番号 只能自称是自卫军和救国军的谜 这种做法的后果是极其恶劣 因为熟知中国国情的日军 马上就说自己的进攻 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因为对手不是正规军 就只能是东北的胡子和马匪 堂堂的正规军一夜之间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 各路的抗战部队也为之气雷 在这种情况下 黄显生集中升职 他将新编的部队改称为辽宁的抗日义勇军 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 向清山部为第二路 陆续委任达到二十余路 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在抗日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也是我们国歌当初被写下来的源头 1931年12月15日 张学良以为依靠了蒋介石下野 张学良的意志更加消沉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的压力下 张学良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撤离锦州 东北军的官方表示 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猛烈的攻防战斗 最后不知撤退损失5000余人 可是根据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 东北军的各部 除步兵19旅 骑兵20旅的部分部队 装甲列车队以外 基本上与日军没有接触就撤离 撤离的时候 日军还在锦州百里开外 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的雪战 是黄显生所率领的义勇军和公安队 他们以日军在白旗堡 田庄台 盘山 达虎山等地辗转雪战 还曾经反攻过影口 给日军造成了相当重大的打击 东北军撤退的时候 黄显生率领着三个骑兵的公安总队 断后掩护 黄显生以第一第二总队 掩护机关人员的撤退 193年1月2日 与日军度过大联合的部队展开激战 因为敌众我寡 战斗到夜间2点30分 黄显生下令炸毁女儿和的铁桥 阻挡日军的追击 部队撤向关内 1月3日日军占领了锦州 义勇军的部队一部分随着黄显生入关 一部分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正是因为黄显生率领义勇军 抵抗日寇 与日寇浴血奋战 使得义勇军这个名字 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教访 1935年田汉逆尔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曲 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快制人口的战歌 后来就成为了我们新中国的国歌 黄显生入关之后 他所率领的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 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 由黄显生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 他们再次与日军交手 以后为了替张学良控制53军万夫临步 黄显生又到万部担任副军长兼19市市长 当时后来解放军的著名上将 吕正操司令员 当时就是黄显生的部下 也是黄显生将军的好友 西安事变的时候 黄显生是张学良重要的左右手 帮助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回西关内以后 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 黄显生将军曾经率领他的部队出关迎战 在白马关一带进击日本侵略者 后来因为国民党25师尾随监督脅迫 不得不忍痛撤回 在抗日进行斗争的面前 黄显生一次次的发现 他的身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 他通过他的秘书 也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刘兰波 与中共北方局联系 中共北方局派来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到他的齐二师开展工作 在齐二师建立了中共党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 黄显生的齐二师的政治面貌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抗日气氛也十分的浓厚 他也因为他的爱国热忱和进步思想 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 但是黄显生 他和共产党走得过近 也招致了蒋介石集团 蒋介石的怨恨 在东北军被调到陕西去搅供的时候 黄显生联络东北军的将领 拒不服从命令 他一再向张学良禁言 让他不要上蒋介石一石二鸟政策的大 要连供抗日 拒不执行搅供的命令 黄显生的齐兵军 成为了驻西北地区东北军中 唯一一个没有和红军 发生过战斗的部队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建立培养 抗日骨干的军官训练团 黄显生被任命为教育长 1936年中 他也受到张学良的委派 到河北任53军副军长 兼1190市长 到任之后 他支持和辅助了 吕正操手下的部队 成为该军的抗日中监 他吸收了一大批的爱国流亡学生 和进步青年参加军队的工作 西安事变之后 尽管张学良被扣 但是黄显生依然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他拉出了自己的部队 在张河前线与日寇进行了激战 在众扣重创了日军的前提下 他的部队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正当他收拾残部 准备再战的时候 他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 只身奔赴武汉 相声大计 到了武汉以后 他不遗余力的投入到 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为营救他的老上司 也就是张少帅 奔走相告 当他认为 而认识到这些都是徒劳的时候 他积极的参加革命运动 他曾经将中国共产党 从香港运来的物资 以及他在西安和53军保存的武器 都送至延安 并且组织东北籍的 进步青年和老部下 去延安考察学习 1938年春 他受到周恩来的邀请 准备去延安参加抗大的领导工作 就在他决定 动辰离开武汉的前夕 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了 关于为什么会抓捕黄显生 有几种说法 具体是不是 真实的说法 依然留待考证 第一个说法就是 1930年8月 黄显生实际上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说法的来源 是来自于2012年 在人民网上发布的一篇 关于英明永存 黄显生的这个作品里面提到的 那么再一个原因呢 就是为什么蒋介石 可以悍然的扣押 东北军的重要将领呢 这里和东北军 我们之前提到的内部斗争 有很大的关系 黄显生是少壮派的代表 而西安事变发生之后 我们有一些了解 西安事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东北军的少壮派 悍然杀死了东北军 重要的将领王一哲 这使得东北军的分裂 极度的加剧 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 东北军少帅被扣 上层各派将领 互相自相残杀 这是为什么 在张学良被扣之后 东北军的上层 并非全部都是权力引进 而且少帅被扣 失去张学良支持的 这些少壮派的军官 成为那些老牌将领 权力报复的对象 作为少壮派军官的领袖 的黄显生 自然更是这些老牌将领的 眼动钉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蒋介石才会毫不犹豫的 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战将人 他确信 就算他扣留了黄显生 扣押了黄显生 东北军也不会有更大的反应 蒋介石深恨黄显生 因为他知道在西安事变中 黄显生是张学良身边 重要的一个策划人 至于黄显生将军 是如何被军统抓捕的 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值得我们参考 据一个当时了解 其中细节的人 就这么描写了 回忆了黄显生将军的被捕过程 他说黄显生的被捕 起因是一个东北级的军官 叫做张碧天 又名张斗南 这个人很坏 善于投机 西安事变之后 他就钻营到康泽的门下当特务 成了康泽的交秘书 这个人爱显辈 经常在自己同乡面前 招摇过世 自名得意 1938年初 他向所有在武汉的东北知名人士 发出请帖 在汉口青年会西三部 大演兵客 出席的大约十多人 其中军官辑较多 东北军的重要将领 包括像李都 刘伟 刘多权 万国斌 都曾经出席 这个人呢 张碧天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品质不得人望 一定会有一些人不肯出席 于是他在事前 亲自到各家拜访 其中就包括黄显生将军的府邸 黄显生 甚至他的为人 根本瞧不起他 不仅表示不去 还当着外人的面 说了张碧天 不应该如此招摇的话 那么这个张碧天的恼羞成怒 恨之入骨 于是就向康泽打了一个报告 就说黄显生和共产党过同慎密 康泽就把这件事情 呈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大怒 就将黄显生逮捕 黄显生被抓之后 东北军的其他跟他交好的将领 像刘多权 万国斌就赶忙组织人准备营救 大家推断都认为是军统戴笠杆 于是一起去找戴笠 结果戴笠坚不承认 说他根本不知道黄显生被捕的消息 可能有别的意外 在戴笠的这种推诿之下 不得已营救黄显生将军的其他这些人 只能又去找宋子文 除了托宋子文继续设法营救张学良以外 还希望他能够向蒋介石和戴笠 为黄显生求情 这之后呢 他们又去找戴笠 希望能够保释黄显生 结果戴笠就把这个事情 推到了康泽的头上 说这是康泽办的 戴笠说因为这件事情是康泽签成的 又是委员长亲批的 他说了不算 他能保证的是 给予黄显生与特别的优待 为了笼络住这些人的人心 戴笠甚至说 他在行营有一份专门给他准备的伙食 他直接把这份伙食让给黄显生吃 不过根据后来史料的一些披露 蒋介石虽然得到报告是来自于康泽 但是他下令逮捕黄显生 命令下达给的人不是康泽 而是戴笠 这个案子就是戴笠主办 但因为是蒋介石亲自下令 戴笠不敢承担 和承认他是主办人 所以就玩起了太极拳 黄显生被捕之后 东北的爱国将领们 一直致力于营救他 918之后 在东北坚持抗日的苏炳文和李渡将军 就曾经领衔上书 给蒋介石发电报 希望蒋介石能够释放黄显生 电报里曾经这么写过 该元在918事变后 首位锦州不无威劳 其以身许国之城 素为炳文等所深知 卢国桥事变 该元见到来汉 谈及国难 折以拥护 领袖抗战为止 此次语言失慎 至遭检举 然绝非反动 故为炳文等所敢负责担保者 福肯辅念 该元爱国赤诚 略计原情 准语斥令保释 当时署名的人有 苏炳文 李渡 王家珍 梅公刃 齐世英等等 可是这样一封 至情至理的电文 蒋介石的批示是 交代理查复 这么简单的回应 背后的意思 就是不放 于是黄显生 从被捕这天起 到他最后 被军统残忍杀害 他再也没有能够 得脱囚笼 他被转移到了 湖南的易阳 后来又到贵州的西风 直到1949年10月27日 重庆解放之前 黄显生遇到 黄显生将军刚被捕的那段时间 因为他从小学过武术 黄显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文武双全 同时艺术高敏 刚被捕那时候 为了防止他逃跑 还给他上了 守号和脚镣 面对深陷囚龙的这种逆境 黄显生从来没有屈服过 他在一封信中 一封信里边 他这么写的 我现在虽然坐牢 但并没有犯法 是为团体 为国家 为义气而坐牢 问心无愧 将来生死存亡 在所不济 但是黄显生将军 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痛 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在战场上 奋勇杀敌 收复自己 已经阔别多年的家乡 据说在狱中 黄显生将军 每每读到路由的 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时候 总是痛哭失声 黄显生将军多才多艺 他在狱中曾经刻了一个印 这枚印 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 侧面可以看到一行小字 他刻的这行小字 怎么写的呢 骑富士山头 斩铁蹄 窝奴灭 践踏樱花龟 豪言壮志 那么有一种说法 因为黄显生将军的 极高的威望和人气 东北军的旧部 以及共产党方面 包括他原来的秘书刘兰波 都曾经努力争取 让黄显生将军越狱 看守他的特务 也为将军的人格所感动 很多人都同情于他 但是这个营救 却被黄显生将军所拒绝了 因为黄显生将军认为 自己被抓是莫需要的罪名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要堂堂正正的走出牢房 有一种推测 是他想和张学良将军 一起获释 因为他有一种 为义气的说法 因此黄显生将军 一度拒绝了营救 但是在1949年 在看清了国民党方面 已经不可能给他 公平的释放 黄显生将军实际上 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 可是为了能够 同时营救好友 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盈毅 黄显生将军 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 在重庆即将一手的时候进行 以便乘乱 能够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兰波的安排 当时扎作动的看守 宋慧宽 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 他答应在时机合适的时候 在半夜的时候 将黄显生将军 和李盈毅副官 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 带到白宫馆后面的山坡上 又负责营救的下载文 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 把将军等人带走 刘兰波一并叮嘱说 一旦发现有政治犯被杀 不顾将军的反对 一定要把他一个人救出来 结果没想到 保密局布置对政治犯的屠杀 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黄显生将军 营救行动还没来得及实施 在1949年10月27日 按照毛人凤的命令 黄显生将军在白宫馆 被军统特务杨敬兴 执行了秘密枪决 杀害于红颜的布云桥 李盈毅与将军同时遇难 在监狱中 黄显生将军依然 有着极高的威望 很多人都知道 黄显生将军在红颜里 就写到过 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他是小萝卜头的老师 他不仅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术 还教他武术和俄语 黄显生将军曾经跟狱友说过 说我们要虎入龙中 威不倒 因为黄显生将军在狱中 有很多一些特殊的待遇 和允许 所以在他的牢房里边 是可以悬挂军刀的 黄显生将军是挂了一把军刀 在他的牢房里 表达出他宁职任而死 绝不引进旧路 不失军中男儿本色的气感 冲建解放之后 曾经举行过追悼大会 哀悼杨武成 黄显生 罗世文 车要先 陈然 江珠军等死难人士 当时二爷的领导人 刘伯承 邓小平 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 参加了追悼大会 黄显生将军的遗体 被发现之后 被移到了北京 入葬在八宝山 革命烈士公务 在讲完黄显生将军 这位东北军奋起抗日的重要领袖之后 我们来讲一讲另外一位 并不被很多人知道的 被追封陆军中将的 曾经是黄显生将军手下的东北军将领 叫刘贵武 刘贵武 1902年出生在热河省 灵南县八家子村 原来是绿林航武 说白了就是胡子出身 在东北军的时候 他在热河 是在白凤祥的部队里 任少校连长 上校团长 918事变之后 东北军奉命撤入关内 刘贵武先后在河北陕西和甘肃等地住房 1934年 刘贵武又被选入 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授训 在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北 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的时候 刘贵武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 曾经要求向张学朗请求 率领500士兵回热河抗日 1935年冬 东北军建立骑兵军 军长何祖国 副军长黄显生 那么黄显生是东北军中赞成抗日主张 最早靠近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将领 所以他身边有一批共产党员 刘兰波 我们之前提到的他的秘书刘兰波 就是负责人之一 那么刘兰波在骑兵军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刘贵武所认的是 其六师第18团上校团长 他的驻地距离军部很近 只有15多公里 所以刘贵武先后就结识了刘兰波和王在天 王在天是当时地下党员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下党员 他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派驻骑兵军的联络参谋 因为是共同的抗日救国理想 因此刘贵武和刘兰波 王在天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刘贵武曾经跟刘兰波说过 咱们的枪炮来自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血汗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918日本侵占东北 咱们不战而退 眼看着东北同胞称王国奴 咱们这些收徒有责的军人 为什么要迷信不抵抗主义 把东北大好活山 白白丢掉 刘贵武一直非常赞成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 所以他主动帮助和掩护过学生的爱国运动 使得很多学生免遭追捕 他所领导的十八团是骑兵六师的主力 他和市长白凤祥是患难之交 他的抗日爱国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白凤祥 又加上黄显生的进步思想的影响 所以骑兵师基本和红军没有发生摩擦 而且还和红军结成了友谊关系 1936年在纪念918事变五周年的时候 红军的代表朱锐 与骑六师的代表共同签署了 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秘密协议 在这个协议里边就曾经提到 骑六师对红军做出了不受命进攻红军 而且为了免除误会 骑兵行动要事先通报红军 在可能需要的时候 相互做友谊退让 以实现抗日利益为原则 刘兰波号王在天 十分赞赏刘贵武的思想和为人 曾多次建议张学良的世卫副官陈大章 希望他能把刘贵武推荐到张学良身边工作 张学良在根据陈大章的推荐以后 就调刘贵武到西安待命 在西安期间 刘贵武参加了张学良杨武成 与王曲镇举办的军官训练团 和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秘密组织的抗日同志会 并且被留在了世卫副官处工作 西安事变发动前夕 张学良决定给刘贵武为以重任 在亲自召见刘贵武进行了各种试探 这个之后 张学良肯定了刘贵武的忠心和胆略 于是就告诉他 西安事变的全盘计划 唯以刘贵武以重任 他命令华星驰的警卫队长王于赞 率部协同刘贵武实行抓奖的计划 1936年12月8日 在西安事变前夕 张学良再次召见刘贵武等五人 商讨捉奖的事宜 决定由齐六师师长白凤祥 卫队二营营长孙明九等人 和刘贵武共同担任捉奖的重任 1936年12月12日 也就是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 刘贵武顺利完成了捉奖任务 因公12月14日 被张学良提升为齐兵六师少将师长 西安事变之后 刘贵武并没有离开东北军 七一事变之后 组成以马战山为首的东北挺进先遣军 齐兵六师划归给挺进军的建制 刘贵武率部在随远前线 与日军御学苦战了八个月之久 屡措敌风 1937年马战山奉命 警卫一盟坚守河防 距敌人与黄河一北 当时刘贵武的齐六师战斗力最强 马战山部的发展壮大使日寇惊恐异常 因为马战山是日寇的老对手 让日寇极为头疼 于是日本人从大同随远包头百灵庙各地 调集九井钢田等连队的日军禁旅和各地伪军实施围剿 1938年4月15日 马战山率部破进日军的巢穴张北 日军调集四个师团迎击 双方面击战武昼夜 马战山的部队给了日军重创 但自己也是弹梁将近 于是退入武川准备整军在战 1938年4月20日晚上 马战山率部站到武川县黄油甘子一带 浮小时分 日寇将马战山左部包围在了黄油甘子村 敌人一百余辆汽车和五十多辆装甲车 车载了数千个轨子 还有飞机的配合 准备一举歼灭 马战山部 司令部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 日本人这次是铁定心 要彻底将马战山一劳永逸的解决在这 因为马战山的挺进军 是在近随侧翼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日军始终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区 彻底的驱逐马战山 马战山手下以刘贵武为首领的骑兵部队 东北军的骑兵部队 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 都发挥了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 打了就走屡立战功 在这期间 马战山曾经利用日军 被副作义反攻随远 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在日军的背后发动攻势 乘虚攻占过梁城河口托克托等地 升勤了伪蒙古军 齐斯团团长门树槐 刘贵武还曾经率领齐柳师 攻占过萨拉奇火车站 活捉了伪蒙的康王 切断了平随铁路 当然日军因为马战山切断平随铁路 极为震惊 重点开始研究如何将马战山的部队 清除出 大青山地区 在日本的这种重视下 他们吸取了与马战山东北骑兵作战的教训 组织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 这种极有针对性的战术上的改变 使得马战山最终陷入到了重围 为了掩护马战山的司令部 能够脱困 刘贵武率领他的部队就地抵抗 掩护马战山的军部撤离 最终刘贵武不幸重担殉国 年仅36岁 突围之后的马战山 听说刘贵武战死 不顾危险 返回后队 扶尸大哭 就是用手扶着刘贵武的尸体大哭 因为战况紧急 只能命令部下暂时将其遗体 仓促地埋藏在河岸附近的乱世中 他上报给当时的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追赠刘贵武为陆军中将 一年之后 马战山率部再出大青山 找到了刘贵武的尸体 把他的骸骨重新掩埋 重建陵墓 穿石为忠列祠 并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一座纪念 1961年7月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 追认刘贵武为革命烈士 关于刘贵武将军 牺牲还有一段义事 就是他的夫人 刘贵武的夫人 也是一个经过英雄 为了夺回自己丈夫的尸体 他单枪匹马 冲入日寇的阵地 将刘贵武的尸身 抢回到自己的阵营 而刘贵武的那些 袍泽弟兄们 骑肉吃 在这次掩护马战山军部 突围的战斗中 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今天这集 我给大家讲的 黄显生 刘贵武两位将军 他们将为我们揭开了 东北将士 浴血杀敌 誓死 与日寇 血战到底 气壮山河的序幕 我们大概给大家要讲 几位东北军的重要军事将军 让大家知道 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 也是蒸蒸铁骨 并没有落于人后 他们与日寇的血战 是整个中华民族 抗日大业中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